各位觀眾,歡迎收看第九十七集的股壇事件 錄影時間是年三十萬的下午 C3、浩德,不如同大家拍個早年 祝大家身體健康、牛年和事事順景 希望牛年股市牛氣沖天 投資者都有好的回報 浩德,祝大家身體健康 投資相高可以得心應手 大家平時都出入平安 兩位,因為牛年新開始 今早有個新消息 美國總統拜登和習近平主席通過電話 在拜登上場,都未試過這樣溝通 C先生,認為中美關係 會否在牛年有些突破性的發展,甚至改善 中美關係,拜登上場後 必然與特朗普年代有所區別 如果走回那套,不如特朗普做下去更好 但中國在此崛起,對美國的威脅依然存在 任何人做美國總統,都要想辦法制約中國 所以對中國,嚴重點說 有些敵視的態度,都不會改變了 美國都會想盡辦法制約他 但制約的手段,可能與以前不同 特朗普有時有些非理性行為 或者被人覺得,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而且有時,他是不顧民有的需要 我相信拜登上場,不會去到極端 他都說得很清楚,他與中國競爭 不想去到擦槍走火,把關係完全沒有機會 有回旋的餘地,應該不會 所以,有些以前做落效果不好 對美國無益的事情,應該未必做 例如,加了中國某些產品的關稅 法國又沒有代替品 又是要買回中國貨 那個關稅,變成美國消費者去承受 這些搞來沒有意思 另外,好像聽說 TikTok,要被迫美國繼續做下去 一定要美國公司賺一定的股份 這些要求,都可能會改變 或者,豪德有沒有新的消息 其實阿斯先生說 昨晚已經說了 關於抖音在美國業務前 可能有些壓力要出售 之前說過,可能會去Oracle和Walmart的形式 暫時似乎有些改善 可能暫時告一段落 即不用逼他賣 賣 第一,本來都是特朗普年代做出來的事 始終拜登上場之後 整個對華政策,會有一個重新定位 我覺得這些抖音相關的業務 都是在之前,上一屆美國特朗普政府的企 接下來,可能會有些轉變 承接剛才施先生說 以我今早見到西方媒體 暫時觀察到西方媒體所說 其實今次美國和中國兩邊最高領導人的對話 其實似乎是,至少不是一個壞的開始 大家都有計談 特別提到施先生說 關於關稅這件事 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美國那邊出來的文字 都值得留意 就是他們都認為 這個貿易戰,其實就不算成功 當然,究竟是否立即在關稅上高 會有重新調動 我想,這個正在剛開始談的時間 未有些到肉 因為這個都是大殺傷力的武器 對雙方 我相信,不會宣布 立即取消所有關稅 但是,以前傾落的那些 現在都可能可以再傾 傾到來,有些新的Terms 應該是會好過以前那些 我覺得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字眼 他都認為這個貿易戰,其實不是成功 即是美方或西方 即使再有其他的新招 都未必在關稅上高落手 我自己覺得 譬如在貿易戰上,有一些政策 他們一直都會用 一路他會說 中國和美國做貿易的時候不公平 有國家的資源插手 另外,偷了他們的知識產權 這些我相信,他都會糾纏在問題上 繼續吵 另外,中國在政治上 他會借香港問題 新疆問題 台灣問題 繼續和中國糾纏 主要是政治的考慮 要向中國施壓 如果純粹為人權 如果要BNO 哪些人最需要BNO 就是羅興亞人 羅興亞人以前 都是英國在印度,帶了去緬甸 人家現在的村子被人燒了 家人被人趕了 走去馬來西亞 走去泰國 走去孟加拉 真是水生火熱 香港人 如果是真的為了人道的考慮 應該讓位給他們 差不多 他們都是英國熟土 施先生 撇除政治方面 經濟上,還有一個很大的環節 就是人民幣 很多投資者都關心 美國會否和中國 建立一個新的關係 都仍然是希望人民幣升值 令到美金的相對競爭力會強一點 會否這方面的政策都會改變 兩位認為 耶倫說過 他不是認為 美元一定要 無論什麼環境下 都要推薦美元政策 在特朗普年代 很強調要減息 要減息 美元在國際的卡印力會減少 如果他不一定要約美元 美元可能會強一點都不頂 但最近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是 他就說到另一個角度 低息的環境都要長期持續 我自己認為 接下來 耶倫不是想美元一路約下去 不是靠約美元作為競爭的手段 但我認為 美元在這個環境下 是強得多少 都是在息口低位上升 都不會升得太多 這樣的情況下 人民幣都會強 因為現在 譬如去年 中國是全世界獲得海外投資最多的國家 以前一直都是美國最多直接投資 現在中國就排第一位 我看到很多海外公司 例如 剛剛前來聽到Manuel Live 即是他說 接下來他們的客戶 現在三成多 遲些一半是來自亞洲 一半來自亞洲 我相信也相當部分來自中國 即是 接下來中國都是吸引投資的地方 你吸引別人投資 別人來你這裏投資 就要搶人民幣 所以人民幣是會強的機會多過弱 人民幣強,即是美元弱 所以我認為強美元未必會出現 會強一陣,但不能強去哪裏 浩德,你怎樣看? 牛年人民幣走勢會如何? 我自己都覺得 應該像去年的形勢一樣 去年,阿斯先生說 美元貶值 美元的美匯指數 DXY跌6% 同期人民幣升6% 所以去年,人民幣沒有特別升值 主要是因為美元特別弱 我自己相信 過去幾年,大家都有些擔心 人民幣貶值 或者資本限制較高 但過去幾個月 我們都說過 國內經濟比較強 外來資金,無論是直接投資 股票投資、債券投資 都是流入的 所以整體人民幣上升的空間是大 而且配合整體中國發展的策略 希望人民幣和美元在國際舞台上 可以拉貼距離 例如多些人用人民幣 一個貨幣多人用 就不能長期貶值 最好貨幣比較穩定 最好升值 否則外國人買完人民幣 反而貶值,人們會覺得不開心 所以我覺得長期方向 人民幣都應該穩定和偏好 至於美元本身自己 現在的經濟實力 本身都不能夠 大家知道 某些赤字也好 財政赤字 各方面 未必能支撐這麼高 這麼強的美元 主要是靠軟實力 因為國際上高 大家交易都要用美元 變成是支撐 現在美國新政府來的一屆 未必希望約美元 但仍要受制於客觀環境 未必好像九年 突然間大幅度下跌 但要大幅走強 其實是有一個難度 亦不是政府白宮上場 就可以完全抹殺了很多經濟的客觀環境 似乎兩位對人民幣的走勢相對樂觀 施先生提到 中國是吸收最多外資的地方 以我理解外資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投資固定資產 或者不動產 近來內地的房地產似乎是新政策出現 施先生,如何評論新政策 即是政府定了資本價 房地產的參考價 大陸有了很久 大陸叫做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國家 集體或國家層面扮演的角色 是比較多的 作為市場經濟的擁護者 我一般喜歡指導價 多多少少都妨礙市場運作 我舉個例子 即是賣一手樓 是最早出現指導價的地方 因為內地有些城市二手不合約 主要是一手在主導的市場 樓價升得高的時候 政府就會作一些指示 認為什麼價錢才是合理的價錢 其實這些思想 在香港報紙經常看到 我見很多人分析 香港人均收入多少 每呎樓價應該值多少錢 譬如拿三成的錢去供樓 三成的錢供得多少錢一呎 有些人在香港都說 香港樓價最好多少錢一呎才合理 這些思想 在大陸政府都受 所以他就定價 你這裡是深圳 最高有12000元 如果你賣18000元 他可以不讓你登記 即是註冊過交易 因為大陸那些是用房產證的 譬如你買賣成交 大陸那份買賣合約 都要政府網站下載來簽 你如果是成交的價錢 高過政府認為合理的價錢 你合約都下載不到 你成都沒得成 他會跟發展商開盤 規定你賣多少錢 香港很多人贊成要限價 限制賣什麼價錢 會出現什麼問題 你限制我賣5000元呎 實際上我賣到6000元 你叫我賣5000元 我豈不是很吃虧 發展商會說 樓價是5000元 我幫你裝了熱水器 裝了冷氣 裝了什麼 另外再給我多少錢 桌底收多1000元 當然非法 政府如果知道他當然是說你不對 他就捉住經紀 要經紀幫他搞 市場就扭曲了 有些城市握得完 經紀又不敢搞 發展商又不敢搞 6000元的樓賣5000元 每個人都搶到來 托這個 托那個 托發展商 賣樓部 留位給他 托發展商的老婆 托個官 下訂單 留位給他 變成市場 扭曲了 現在 成交價二手以前都有指導價 最近的情況 是 我們經紀放盤 都有指導價 放盤都不可以高過那個價 高過那個價 要下架 要不讓見廣告 不讓在門口 放出來 這個就是 因為大陸這段時間 有些城市 樓價升得很快 政府要控制 阻礙你賣 你賣得高也沒有用 不讓你成家 這個是社會主義的特色 但如果 將責任去到經紀 對經紀的影響會很大 或者生意影響會很大 如果你標的價錢超越指導價 他可以嚴重 簡單的可能 警告你 否則 不讓你收回的鎖匙 什麼鎖匙呢 就是 開來下載合約的鎖匙 你連下載合約都下載不到 你生意什麼都不能做 它是控制得很嚴重的 我知道浩德 那些人不肯賣 就沒有生意 熱主不肯賣 你要賣便宜一點 就不賣錢 就變成沒有加益 對 浩德 施基金有投資 內地其中一間 上市的龍頭代理 背殼 浩德有沒有關於 這間公司的任何更新 或者這個政策 對它影響 剛才說的參考價 另外一個 我可以補充一下 這個影響就是 可能連買家做案件也有影響 剛才施生說 剩幾萬八千元 但只可以賣一萬二元 銀行的股價 股值都是受制參考價 實際上買家 變相按揭成數 由於股價低 也可能會限制了少許 以前有些銀行或做生意 所以按揭另一個價 但現在政府也管得很嚴重 成交不到,借不到錢 樓價自然是慢慢被壓低的 對上市的公司有什麼影響 如果從事業務的話 可能是內房 甚至是剛才說的代理 所以房地產本身 無論價錢和價錢都會一直有影響 至於房地產中介 施生,剛才我們也專程請教 他也給予一些有用的訊息 例如說 即使說貝殼 其實上個月的成交量都不差 你剛才說政府為什麼會出手 政府出手就是市場的價格上升 價格上升 就要很多人入市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即是無論開發商也好 代理商也好 其實這段時間生意也好 剛才是貝殼 貝殼其實一個就是加盟店 用貝殼的平台去做 另外還有一間直營店 它叫做鏈家 鏈家是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 我們都密切留意著它們的熱積 應該過去那個月 其實鏈家的熱積比市場增長得更快 差不多有十多個巴仙 即是按月的增長 按月的增長都十多二十個巴仙 即施生這是我們調查回來的結果 即是變成地產代理的生意 基本上跟它的佣金收入直接掛口 收入好 它的利潤應該是高的 當然如果你跟它的股價升值來比 現在這些利潤 遠遠都未曾說可以正確它的價錢 如果回到政策 會不會對交易投資有明顯的打擊 還是壓不住 政策當然對生意有影響 我說出這些政策 只是證明以前市很好 所以才出這些政策 出了政策之後 必然是對生意受影響 不讓你做 但是現在不是所有城市都行駕 行得那麼厲害 主要是一些大的城市 其他城市沒有升得那麼快 就沒有受太大影響 大陸的情況就是 你一按這幾個 其他錢就散去第三個選擇 得益仍會繼續 只不過去了其他城市 參考價或指導價 其實不是全國性 每個地方的價錢都不同 同事幫我研究了 大約你參考 現在的指導價和實際市場價 可能是相差八成左右 但是有些比較誇張的 可能是四五成 但是暫常這個政策 我猜應該是幾天的時間 我也有訪問一下內房的地產商 當然他們覺得沒什麼事 不過始終這個政策 是對無論是房地產中介 因為我都有去上貝殼的網站調研一下 其實他們真的很多盤 暫時在這幾天下降了很多 可能短期之內 大家都要對參考價 一種新的方法處理 不過正如施先生所說 從來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之前不讓人一手去做 他可能用其他方式 將差價在另一個渠道體驗 剛才施先生說了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禁止地方 錢可能留在其他地方 浩德,你以為有沒有可能留去A股? 其實今年,我其中一個大的想法 都覺得整個A股市場 應該會受惠多一點 因為剛剛講的指導價 只是過去12個月 在中央對於內房 整個房地產市場的其中一招 之前如果大家記得 三條紅線 就直接對住房地產開發商 所以大家都在考慮 要撿到三條紅線的特標 年初我們有講過 在國內的銀行 中央都講得很清楚 對於內房開發商的貸款 以及個人按設業務 都已經有一個上限 今次第三招就是限制指導價 但其實大方向 都是希望流動性出來 希望流入實體經濟 就不要去房地產 始終房地產現在 我們中國大陸 可能比較喜歡磚頭多一點 所以我們民間財富 可能有很大部分在內房 所以如果錢不留去內房 如果有一部份留去股市 其實那個威力都可以幾大 我都希望牛鏈的錢 可以流入A股 甚至乎流入香港 今集時間到此 最後再跟大家講一次 牛鏈希望大家可以賺多一點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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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O